飞虎队张兰喂毒奶粉 鬼子火车吃了后 竟比三绿青鞍还可怕 到了1944下半年 鬼子眼看就像双后的蚂蚱 蹦不长 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 在中国战场上也是四面楚歌 刘虹率领的铁道游击队 给了早庄的鬼子致命一刀 这是咋回事呢 这是还要从1944年的秋天说起 鬼子对山区的扫荡异常残酷 八路军的后方被俘场遭到轰炸 将要做好的棉衣也被鬼子全部烧毁 想要再次做出只有等到来年春天 但是眼看冬天就要来了 战士们还在穿着单衣和鬼子战斗 总部希望刘虹克服困难 完成棉衣任务 刘虹和兄弟们一商量 觉得要找一个在鬼子火车站工作的内应 临终第一个就想到张兰 原来张兰一个中国人在火车站里备受欺压 鬼子还弃辱了她的老婆 决心报仇的张兰和铁道游击队一拍即合 很快张兰就得到消息 一辆鬼子的军用列车 上面铺满了鬼子进口的棉衣棉被 会在晚上十点准时到达 灵机一动 把火车到来的时间分别写在三张纸币上 假装让雷中去买饭 在鬼子的眼皮下把情报送了出去 这边刘虹得到情报 立即组织乡民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意外发生了 晚上十点的鬼子火车 竟在下午三点就到了 眼看要让刘虹白等一场 张兰集中生智 给鬼子的火车喂毒奶粉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奶粉而是沙子 火车头都装有配箱 加沙子可以增加火车头的牵引力 但是沙子的颗粒和干燥度都有严格规定 像张兰这样随手地上捡一把 火车头不出问题才怪呢 果不其然 火车发动的时候 气底响了半天 火车头开堵马力 结果走不到两米就熄火 鬼子这下纳闷了 进站的时候火车头马力充足 怎么到了出站时 火车头成了老太太 没有办法只好找火车维修工 不成想张兰是整个火车站技术最好的维修工 鬼子命他来维修 到了晚上十点 张兰准时把火车修好 这下鬼子的火车终于可以上路了 此时的铁道游击队已经在半道上等了半天 看到鬼子的火车开过来 双眼都在发光 但是为什么刘红最后却留下半身棉衣 而不是全部抢走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